字幕提供 真棒… 我們今天來到關西機場 和旁邊的大型電腦逛街 魚工作於魚了 這個大型電腦真棒 今天沒什麼人 整個電腦好像我自己的家 最棒的位置就是 這個電腦分開幾個區域 在一樓大型的地圖位置 全部都是名牌 然後上到二樓有運動用品 其他不同的品牌 在西邊那邊又有其他不同品牌 不過證明我, 當然是拿著地圖 看清楚自己想去哪裡 然後就這裡, 那裡, 這裡 很多人都知道 近關西機場的這個電腦 交通十分便利 它最近完成了第五期的礦建計劃 商店增置250間 成為了日本西部最大規模的電腦 購買模式啟動 看這些款式, 像一個小雲一樣 然後拿著走來走去 現在呢, 今年興大你的頭褲 拍照呢, 就顯得你這個人好 那是吧, 那可我做起它的 我做出來了 因為我做你很多人就知道 武器, 會有沒問題 而且我做到三個人一直在一起 我都可以做照看 所以我做енных這個東西 也會做到兩個雲 我做了兩個人很精緻 我做到兩個雲 我做到一個雲 我做了兩個人很聰明 我做的一 totalement有問題 嘗試鞋款 這個多少 很便宜 很便宜 對 你還有我的尺寸嗎 你的尺寸 甚麼尺寸 39.5或40 有時候日本人的尺寸很小 我要穿39至40號尺寸 有時候尺寸尺寸尺寸不太齊 真的要問問售師 然後叫他拿給你才行 他又很熱情地拿給我 那我當然沒問題 嘗試了才知道決定買不買 你好 Momo Kassam,對吧 對,Momo Kassam 我的名字 很熱情 我覺得他們要招呼客人的時候 有時候好像Frain跟我聊天 很開心 很熱情 整塊照片 很瘋 680日圓 很棒 40多元 吃到這杯雪糕 整塊芝士蛋糕 半塊在旁邊 然後還有一塊小餅 慢慢吃吧 我點的這杯雪糕是一半芝士味 一半是牛奶味 它的芝士奶味非常濃郁 平日我在香港也很喜歡買 它的芝士餅乾 送給別人吃 或者自己放在家自己吃 很少看到會有實體店 然後賣雪糕加上餅乾 通常在超級市場 在床或香港都是 只可以買到它的餅乾 雪糕沒見過 走到差不多了 坐下休息一下 同場家影 先吃一杯雪糕 自從養了寵物之後 我就會多留意了 關於寵物用品的東西 以前逛外面的時候 我都不會去留意寵物用品 這次過來當然要幫我的貓 買多點東西送給牠 我趁我的貓貓 我買東西給你了 這裡有個標誌寫著 可以帶你的屁股 一起進去購物吧 這裡有這麼多可愛的東西買 一起寵壞自己心愛的貓貓狗狗 很可愛,我也想睡在裡面 我的天,我要買給我的貓 1320日圓 為甚麼貓玩具 寵物玩具這麼漂亮 牠還可以拆出來洗 很細心 很細心 不怕牠弄得髒了之後 會吃回細菌 可以洗的 這個很可愛 很漂亮 這裡是多少錢 這個也是… 這是1320日圓 你看,和服 然後還有這個繩絲套裝 非常漂亮 上面還寫著這張滿願成就 超可愛 如果你有一個女生的狗 和一個男生的話 就可以一人穿一套情侶裝 這邊有出語詠款 不怕狗仔會懶惰、凍惰 幫牠們要保暖 真的有時候當作寵物是我的家人 我老公特意在家裡 會開著暖氣給我的貓 怕牠會凍傷 不知道牠會凍還是熱 很怕牠會凍傷 然後感覺到感冒就不好了 買了 貓貓,你很幸福 豬人買了東西給你 讓我回家,和你一起玩吧 很冷,看到我買帽子的 我去看看有沒有拉帽子 這是藍莊 這麼大頂?不行了 不如買了它 扣入了一頂,拉帽子 我買了一刀的頂 好,3520日圓 差不多,除了我們隊伍的話 171、80元一頂帽子 很棒,可以走 謝謝 可以走 太好了,我成功購物買到東西 如果大家想過來這個外面買東西 很方便 你近關西機場 在關西機場坐一個站過來就到了 就是說你剛剛下機 或者差不多要去機場的話 都可以過來這裡看一看 你住在市區大阪站、梅田站 乘車乘一小時 就可以瘋狂購物過來這個外面 日本的自動販賣機出名 不僅是賣飲品這麼簡單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一隻手指按出來 好像是酒、紙菜、餃子等等… 日本真的很流行自在形式 看看這個雪櫃 你無緣無故在地鐵站旁邊有一個雪櫃 這個雪櫃是可以讓你自己購入蛋糕 我想它不時會交通不同的店舖 這次就有限定有千層蛋糕 怎樣買呢?很簡單 你有信用卡 接著有一張卡號碼上的價錢 付錢就拿得就是這麼容易 對,這邊在雪櫃旁邊 就有一部付錢的機器 付錢才可以拿你想要的蛋糕 剛好這裡只剩下四款蛋糕 很貼心 這邊還有一個消毒搓手翼 消毒雙手 再拿蛋糕 全自動化 自動販賣機真的有很多種 這裡又有另一款 就是扭蛋自動販賣機 扭蛋其實已經很滿足心靈 我不太明白為何要變成禁機板 扭蛋的精髓就是… 現在就變成這個款式 這個很棒 你看 這個扭出來是巴士的 麻煩你停一停的按鈕 200日圓 日本人都是想出來的東西 多神奇又有趣 這扭真的超可愛 最近聽我的日本朋友說 市面上有一種活性乳酸菌的飲品 全世界都沒得賣 不過竟然在這裡讓我發現 這部自動販賣機 有得賣 一個飲品小小罐 就160日圓 就是這個1000 這個1000有甚麼特別呢 它上面就寫著 史上最高密度的乳酸菌 然後可以改善長度 又說你喝完之後會睡得好一點 1000是甚麼味道 1000倍甜的味道 喝下去就跟普通的乳酸菌 那些飲品是沒有分別的 但它最出名是因為它上面有一千 所以在市區 甚至在東京 我都完全找不到 我經常在網上說是賣斷貨的 不過上網有些人說 喝完之後會發惡夢 不只是因為喝完之後 太興奮發惡夢 還是之後有Sugarboost 太興奮睡不著 然後呢 就發惡夢 不知道呢 看看今晚可不可以發過 我希望可以發過好夢 不要發惡夢 我不想夢見惡魔 我不想夢見有些喪屍追著我 來到大阪杜頓芬 很開心的 像香港的掃街一樣 周圍都超多食物 醬魚丸燒、壽司、雪糕等等… 現在的日圓大減價 所以看到什麼就吃什麼呢 看到什麼玩就玩什麼呢 來吧 來吧 在這邊除了很多人專程過來吃蟹之外 他們這次推出了一個新的產品 就是蟹雪糕 沒聽過呢 我都沒聽過 金晴是專程過來吃蟹雪糕的 Kani Ai Su Ki Tozu 請用一個500元 凍兵兵 吃雪糕 來了…我們來吃蟹雪糕 為了吸引更多人喜歡吃蟹 所以他們推出了一個蟹雪糕 大人、小孩都喜歡吃雪糕 對嗎 挺好吃的 裡面有一點咬口 因為它在表面有蟹肉 然後下面就找一些蟹雪糕 配搭又不是真的那麼奇怪 有些是像海鹽雪糕的味道 大多數人走過 都會知道有蟹包 這個是新出的 大家可以過來試試 這些是假的 買了一塊而已 先放好 我剛才用了500日圓 就買了一塊神戶牛壽司 開動 我開動 我開動 剛剛的美女姐姐燒到剛剛好 上面那層的牛的脂肪 剛剛溶了一點 很香 然後加上芥末 很好吃 吊出牛味 再加上飯 不知為何是 燒完之後 有一股很香的炭燒味 肉薄薄的 剛好有油脂分布 又很均勻 吃完之後很香 還要多吃一塊 可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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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叫我看這個洞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一看就知道我不是打獵的 很難的 你不要看他 你不要看他好像很容易中 其實有些技巧 跟美女投訴很難玩 中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 太棒了 我還有兩塊 美女比我向前一點 過來撞吧 太棒了 太棒了 是巧克力 兩個都是巧克力 也好 太棒了 我來玩 突然有這麼多人來玩 大家知道是好玩 600日圓 計算我們五算是33元 謝謝 其實不用等了 剛才叫完之後 他隔了五秒之後 已經讓我有得吃了 很可愛 日本人嗎 對… 香港人 香港人 對,香港 你的名字嗎 Kerry Kerry 是,Kerry 她真的很可愛 我的天 Tanashimi 在這裡 再見 再見 她們很熱情 吃Jerry圓 最有人讚我KOWAI 值得吃 來到日本的便利店 大家都知道很棒 因為有很多東西吃 有很多飲料可以買 但有一樣東西 我們女士很愛的化妝品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不單止的化妝品 品質漂亮 顏色又漂亮得來 它推出了 它推出了 迷你版的 迷你版的眼影 迷你版的唇膏 迷你版的蜘蛛 全部都是550日圓 算了稅 差不多二十多元 就是一枝小的 我們平時外出 可以揹著那些小袋 大一大枝 大一大枝的唇膏 放不下 這個放在袋上很棒 它還有兩隻顏色 原來有這麼棒的東西 這麼小的 就可以帶出外補妝 這樣放在一起 都很節省 三枝放在一起都是這麼小的 兩隻手指 三隻手指 這個很棒 有時候我明白 大家去旅行 不想帶那麼多化妝品 這些迷你版 最適合在旅行的時候 可以用到 例如你看 CC霜、BB霜 粉餅 薄、切切 這麼薄 550日圓 很棒 用完就丟掉它 不寫牙位 還有SPF16 可以防曬 全部迷你版的化妝品 都只是便利店限定 這個尺寸是迷你版 正常要這麼大枝的唇膏 放不下 袋子 多棒 大阪府高錫市高錫站 位置挨著介市 這裡不算是遊客區 但卻隱藏了一間人氣甜品店 帶大家過來吃一座高山 這個就是富士山大小的 是士多啤梨巴菲 數一下它有多少層 預備 1、2、3、4、5、6、7、8 總共有八層高的士多啤梨巴菲 我們是特地乘車過來高錫站 去吃這個巴菲 這個巴菲很厲害 三面 好像演唱會一樣 1、2、3 三面台 還有一些薑餅人仔的蛋 立體的 歡迎大家吃這個巴菲 它分為三個尺寸 第一個是普通的山 第二個是富士山 第三個是亞爾卑斯山尺寸 不過亞爾卑斯山 用一月尾就可以開始訂購 是一粒完整的 不是分開切一半後 偷偷去砌這座山 這裡光看的表面有24粒士多啤梨 普通我們去超級市場買士多啤梨 一盒大約是8至12粒 這裡有兩盒士多啤梨 我還配搭了一杯士多啤梨汁 完全沒有加其他東西 我真的喝得出 它用士多啤梨新鮮炸出來 糖也沒有加 原汁原味 馬上挑到底 看看它的底部有甚麼 拌勻它 暴力一點 雲靈,雪糕 加上士多啤梨和松果片 然後再加上士多啤梨 再加上士多啤梨 再加上士多啤梨 200元 在香港買到一盒來自日本的士多啤梨 也不止這個價錢 這麼遠的水路過來了 當然不只吃一杯 你覺得它和我的衣服很搭配嗎 你看,大家都有橙色的主題 很新鮮 很香香的味道 因為它的橙現在 懸浮在杯子上 然後我們把整個橙搬到碟裡 吃就會比較容易 降落 其實這間甜品店是根據季節限定的水果 以設計他們的巴菲 最近有士多啤梨 然後有橙 滿滿維他命C 吃巴菲,如果有粟米片 一定要插碎它們 然後整口拔起 加上香橙 這裡一口 大阪人都推介的木磚紙場 吃新鮮海鮮,買便宜價水果 水上感受日本人家中的溫暖 紅紅烈火 炭香味十足的全燒 美味